老师前辈们晚上好 首先非常感谢评委组能够给我这个新任奖 非常忐忑 因为本身自己还是一个学生 所以这个奖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沉甸甸的 他也确实比较沉 然后呢 这个奖也算是给我一个鼓励 然后呢 我以后也会认真地去对待每一个角色 那么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幸运的 因为我接触这个行业 就可以跟这么好的导演 这么好的演员们一块去演戏 那么也是因为通过跟这些导演 然后合作伙伴的一些合作 可以让我明白一个真正的演员是什么样子 那么未来我也会去努力演好每一个角色 带给大家更多更好的作品 谢谢大家为今努力了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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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哦哦哦 淡淡將擁 哦哦哦哦 你有種 哦哦哦哦 帶我你流口 手 哦哦哦哦 我成功 哦哦哦 笑看長風 哦哦哦 管我生命的藏 絕對更平凡 熱血狂藍 青春就是染灰燙的藏 你會不會破散 只該怎麼辦 絕對更平凡 熱血狂藍 追風就是染激燙的藏 你會不會破散 只該怎麼辦 絕對更平凡 熱血狂藍 青春就是染了藏的藏 你會不會破散 只該怎麼辦 這不謂簡單 熱血狂藍 追風就是染激燙的藏 你 天翻地转 好像这男孩 毫无论有一个机会去学习 技术方面呢 所以我就想在学校的两年去学习一下 然后这个其实没关系一个问题 包括做老师的也关系 因为俊凯从这天外开始已经有很多机会在创作 拍电影创作 进入学校这两年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收获呢 在学校其实就是更多的就是去 主要就是学习嘛 然后呢更多的教育的时间 通常就能够一些交流 然后呢在学校里面的一些 上院上部能够给自己更多的一些体制 都让自己有更好的去 就是从高中上到大学中 然后再给产生社会这样的一个过渡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生 好了 那我们共同过面去